朋友们好,语众不通,章语读到 那这一期话题呢,是眩晕悟道 这个眩晕悟道啊,这个话题我想达到两个目的 一,就是一个人在眩晕状态下 他能够围绕一个主题,把这个主题谈得比较透 第二呢,就是围绕这个主题,他谈得很有逻辑性 上一个主题呢,我是想测试一下 就是在眩晕状态下,我的语言,我的思维还能不能展开 能不能这种比较扩散 那这期视频我想证明一下,能不能就是瞄准那个失环 这个枪啊,打在靶子上,是骗东北还是骗西南 是打那种像那个鸟冲,打出那种散弹 还是想打在失环里面 这个叫百步传扬啊 我来聊什么呢? 这个话题就是书法的字外功夫 两种 一般人都说写诗要讲究这个诗外功夫 如果你诗外功夫不够 你的诗啊,想写的怎么怎么好 光靠语言天赋不可以 那写书法的人说,书法还得有字外功夫 如果你光有字内的功夫啊 你的书法也不会高到哪儿去 那字外功夫一般人都知道是指学养啊 就是很泛泛而谈啊 学养啊,文化修养就是这些东西 但是我说的字外功夫 我刚才说了两种 那我就围绕这个两种来谈 那再说字外功夫两种的时候啊 可能有的朋友会说 你眩晕啊 你眩晕还误到你能谈好吗 这个地方呢,我先交代一下 眩晕确实是很麻烦的一个事 他非常怕回答问题 别人问我,你怎么了 你脑子缺血吗,或者什么 我就很反感,就是怕回答 因为怕翻神啊 这个好像是很矛盾 那你为什么做视频 又愿意侃侃而谈呢 这是两回事 就是眩晕的状态下 他连走路都不愿意走 甚至别人提问 你就觉得他是一种力量 是推你的或者拉你的这种力量 让你本来已经站立不稳的状态 更加的不稳啊 但是书法呢 不是书法 这地方又眩晕了 这个做视频呢 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眩晕能够悟到 我可以证明 就是我们经常说 人一定得找到北 如果哪一天你要找不着北了 你就完了 所以我们看 这一个飞行员 还有这个航天员 他们在训练的时候啊 在那个圆圈当中 那个手抓着那个圆圈 脚踩着那个圆圈 让自己就像那个直径啊 像那个圆的器械的直径似的撑在中间 然后转转转转 转的一开始慢 然后转的快 顺转倒转 然后把你放下来 看你能不能找找北 那有的人稍微自己 我们自己有时候打转的时候啊 转个几圈啊 就会趴在地上 我们小手经常玩 那现在年纪大了 不敢高了 但是你想 那种转圈 飞行员 他们那种训练的那种转圈 那个 眩晕 就是让你眩晕 眩晕之后 看你能不能找找北 那我正好 这个是一种身体 出了状况 让我处于这种旋转当中 所以我要找找北 说这个话题 书法的字外功夫的两种 一种字外功夫 我理解是硬件上的 就是说 你除了字写的好 你对 对你的工具 就是笔 指 笔性 指性 要特别的了解 那我们说笔呢 一般的是 你除了趁手以外 这个可能没有太多的要求 而且笔的特点是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你手上有几成功夫 一般笔都会很忠诚的 忠于你的手 呈现出来 但是指不一样 指是一种独立的存在 指它有指性 指有脾气 它不在你的掌控之内 所以你要写字 你的字外功夫之一 就是对你书写用的指 你要特别的了解 要去慢慢的去试 尝试 尝试它的这种脾气 指的脾气 如果你没有摸透 而且摸透之后 你还不顺着它 你就甭想把字写好 我想写字的人 都会有这种感受啊 我是最早 写字都是用那种 大字本写字 小时候 后来用报纸写 那突然有一天 我第一次用宣纸的印象 特别之深刻 一个搞书法的朋友 他还是很有经验的 他说你这个字还可以 你在宣纸上试一试 结果我试就吓一跳 因为我发现 我根本就写不好 就觉得宣纸是背叛 我的这个手上这支笔的 我明明写的那个树 比如说是 这个一厘米这么宽的树 结果它就是把你变宽了 而且你写过之后啊 就是你写的什么线条 以前在那种纸上 它几乎是忠于你的笔的 但在宣纸上 你发现宣纸对你的笔 写出的笔画有一种篡改 那后来渐渐的了解之后 你才发现 这恰恰是宣纸的那种魅力 宣纸之所以温方四宝 它是一种宝 就是因为你真了解了 它的脾性之后 它会帮衬你 如果你的书法是一场盛举 它就是和你共享盛举的 但是有一点 这个字外的功夫 就是对这种工具的 硬件的这种了解 必须要下足 所以有的人他会用不同的纸 写出不同的作品 而且每一幅都是挺好的 我们有的人只擅长某一种纸 对吧 第二种字外功夫 就是大家经常说的了 就是所谓的学扬和修养 这个东西我在前期也讲过 讲到独帖 独帖好像是字内功夫 实际上它也是字外功夫 但是我现在不讲这个独帖 可能比独帖还要高的 就是我们升级了 打怪升级 我们升级了 就是我们看很多人 就说这个字好不好 它会具体在电话当中 甚至现在有的书法理论下分析 那个字它真正的神韵 是在那个微观上 不是正 有的是我们只看到大的解体 张猛龙碑 看到这些 还有看到石门颂 你会从大的方面看 其实好多的韵味 体现在敬畏之处 这个敬畏之处 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 它往往恰恰是高妙之所在 我说了字外功夫 独帖是一种之外 就是独帖以外的 我昨天讲到这个比喻 讲到这个石压蛤蟆 和这个叫什么 叫树梢挂蛇呀 那苏式的石压蛤蟆 为什么它也是一种苏体 也很好看 它并不是像石头压着蛤蟆 蛤蟆我们知道是赖蛤蟆 铲除啊 很丑陋 但是苏式的字很好看 你仔细看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苏式啊 它那个字有一派天真在里面 它没有玩很多故弄玄虚的东西 就是真实上的说的 就是信手啊 点画信手反推球 一派纯真自然 甚至在我看来 有的时候还挺朴实 就是觉得它都没练过字 我对苏式是这样了解的 那这又是一种字外功夫 字外功夫 我们说字 有的人临帖 最后临到的字 在我看来是什么呢 书法它既有形而下的东西 也有形而上的东西 所谓形而下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形 甚至比这个更低的 你把一个古人的法帖 研究再头 写得再好 充其量就是得其形 还是在一个形的上面 那你可能就 比如说你连这个蓝天旭 乱真 别人都觉得乱真 但你仔细看呢 可能就缺少一个东西 让你这个作品 别人一看 你是离摸到乱真 或者你自己能写到乱真 它还缺少某一种东西 你缺少的那一部分是什么 就是我们所说的形而上的东西 灵魂的东西 精神的东西 我们现在看历代那些特别经典的法帖 包括像这个字序帖 古诗四帖 九华帖 他们都有形而上的一种东西 而这个形而上的东西 它所体现的就是原作者 就那个书写着它的气质 它的气质 它甚至所有的人生阅历 就在那个上面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论证 没有人可以称为王熙之第二 没有人可以称为苏氏第二 没有人可以称为杨宁氏第二 没有 都是唯一性 那我们如何 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基础上 称为 然后来没有第二个成为我们的人 有一点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字外功夫 这个字外功夫 我前面讲到的是 这个物质的 材料的 那后面讲到的是精神的 是学养方面的 这一方面的修行 应该有很多的这种方法 可能朋友们也都知道 所谓叫什么中德心源 那外施造化 怎么会去 施造化 这也是一门功夫 比如说 我们之所以会看到 那个怀素 像这个颜真卿 在请教笔法的时候 他们俩都用了比喻 所谓的比喻 看起来是打比方 实际上 他们就是在外施造化 精神实质 就是外施造化 那如何从 外施造化 也就是大自然当中的物像 变成我们笔下的线条 点化 这才是一个 想在术法上取得 非常精神造诣的人 应该下的功夫 我只能说 我能看到这个途径 至于怎么去做 我没有去实践过 那我做这期视频 眩晕悟 也是很珍惜 我这一次利用我的这种 眩晕 什么事做不了 甚至别人问我问题 我都会很烦 来做这样的一个视频 也实际上 是我在进行一种 自身的修为吧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给我将来 什么研究这个研究那个 带来这个效益 或者收益 或者好处 但是我相信 这种特别的经历 我会抓住 所以今天聊的 就是自外功夫 其实我的眩晕 也是自外功夫 我也希望这期节目 您看了之后 觉得不错 还找得着北 对